我們在跌倒之後 有沒有一直在睡覺 很適睡 她都叫不醒 特別市長柯文哲夫人 也是聯合醫院 和平婦幼院區小兒科 專任主治醫師的陳佩琪 戴著耳機 神情自落地對著小朋友們 說起熊讚的故事 可愛的吉祥物熊讚 也相當配合地做出各種動作 逗得孩子們哈哈大笑 有 我看過了幾首 有這麼多人看過貓貓蟲 為了推動婦幼醫院 和平婦幼院區推行 一起閱讀活動 台北市長柯文哲與夫人陳佩琪 拿起兒童會本 認真說故事給小朋友聽 另外還舉行有獎偵達 雖然柯市長夫妻孩子 已經相當大了 但還是看得出 帶過三個小孩的陳佩琪 很有經驗 反觀柯市長面對小小孩 似乎還是沒轍 那如果小朋友時代 就帶他去聽音樂 以後長大才有可能買票去聽音樂 所以這個小肉養成的習慣 會影響終身 說你要來打預防針 例如說六個月一歲 一歲半到兩歲 那其中有四次 我們會選擇一個童書 適合年齡的童書 讓家長帶回去 那讓家長帶回去的意思 就是希望說家長能夠及早念故事 給小孩子聽 一起閱讀活動 希望鼓勵家長們 念故事書給孩子們聽 刺激兒童語言發展 以及提升專注力 而市長夫人聯陽出席代言 希望透過專業醫師的角度 喚起家長們的助益 養成親子一起閱讀的好習慣 開播大大北數位新聞曹德華 採訪報導